刚从阳台收完衣服回来 我就听到了婆婆在打电话 实际上我不是一个喜欢偷听的人 但刚好我替婆婆收了衣服 又恰好听到对方在提钱的事情 我已经把那五万块钱转到你账户上了 你别让别人知道了 哎哟 我当然知道你日子过得辛苦 不然我怎么会给你转钱呢 你就好好收着吧 听到对方聊天的内容 我也能够猜到是个什么情况 婆婆很喜欢自己的小儿子 也就是我老公的弟弟 小叔子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 偏偏消费又很高 这两年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 每个月赚的还没有花得多 我觉得婆婆真的是太偏心了 在我们这里住着也就罢了 吃喝用度全是我出钱 也从未见给过自己的儿子一分钱的补贴 甚至每个月张强还得交大半的工资上去 想到这里 我真的忍无可忍 把婆婆的衣服放在沙发上 直接转身就回了房间 我内心就是觉得不爽 可是说出来又显得有些小气 伺候公婆本来也是应当的事情 可前提是大家一起分担这个责任 小叔子不照顾婆婆也就罢了 甚至还要无休止的从对方那里拿钱 婆婆东省一点 西省一点 完全把钱都省在我们头上了 这不就等同于我们出钱再养着他们吗 想到了这里 我也气冲冲的回到房间 掏出手机给张强发了个微信 你跟婆婆说一声 每个月的工资咱们就不上交了 反正她自己也有着退休工资 足够养活自己了 我发了条语音 让对方听得出来我的情绪 张强很快就回复了消息 话里话外大抵意思就是在拒绝我 咱妈很会存钱的 咱们把钱放在妈的手上靠谱 我看到张强回的消息 直接就翻了个白眼 合着我就是个不靠谱的人呗 人家结了婚都是把钱给老婆管 没听过还要把钱拿给妈管的 这些年咱们在妈那儿也存了二十多万了吧 我刚听到你妈给了你第五万块钱 婆婆的退休工资并不高 想要存五万块钱需要很久很久 我甚至怀疑对方是动了我和张强的钱 以我的家庭来说 二十万确实算不上太多 但这原本就是属于我们的 要是这样平白无故地给了别人 我可不能接受 张强沉默了半天 我原本以为她还会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呢 没想到她压根就无所谓 行了 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 我会和妈说的 况且我弟现在的情况也不太好 需要家人的支持也很正常 看到张强的回复 我总觉得心头坠至不安 但是她没有提这些钱的事情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 单纯一块装傻好了 有些事情忍一忍也就过了 我刚把手机放下 就听见客厅传来了骂骂咧咧的声音 哎哟 刘盈 你这个被识女人 不知道把我的衣服给我叠好了送进来吗 听到婆婆的吵闹声 我眉头紧皱 最终还是耐着性子走了出去 妈 我刚把衣服收回来 还没来得及叠 我的忍气吞声在婆婆这里却变成了软弱的象征 看得出来 婆婆不爽 我很久了 她直接将沙发上的衣服全推到了地上 你把衣服堆在沙发上 我怎么做 赶紧点好给我放衣柜里面去 听到对方的呵斥 我只觉得心口像堵了一块石头一样 很不舒服 看到婆婆这副样子 我皱了皱眉 直接抱着一堆衣服回到了房间里 等我点好衣服出来的时候 看到婆婆正坐在沙发上剪脚指甲 妈 你剪纸在的时候拿张纸巾在那接着吧 我忍不住多了聚嘴 作为一个有洁癖的人 我真的有些难以接受这一幕 婆婆根本就没有给我任何好脸色 反而妈妈咧咧地开口了 你管这么多干什么 你要是闲得没事干 就尽早给我造个孙子出来 要放我们村里 你早就已经被骂死了 一个女人生不出孩子 那跟下不出蛋的母鸡有什么区别 你最好早点把孩子生出来 不然小心我儿子跟你离婚 听到婆婆那骂骂咧咧的语气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有些无语地回到了房间里 这孩子是想生就能生的吗 如果像他们村里一样 生了以后就不管不顾 那生孩子就跟下猪仔一样 想生就能生 可我希望给我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 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不去羡慕别人 所以我必须得确保自己能够给孩子创造好完美的条件 才能产生生孩子的想法 但我知道 这些东西和对方解释是不可能说得通的 既然如此 那我还何必说这么多 自己认命好了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逆蓝顺受的日子 也懒得纠结这么多 第二天早上小叔子张亮就来了 他穿了一身西装 看上去都是挺正式的 进门他很随意地给我打了个招呼 我也点头示意 你穿这么正式 是打算去找工作 昨晚上我才知道他被公司辞退了 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张亮笑着摇了摇头 那才不是 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我也没有追问 毕竟我对这个吸血鬼一样的蛛虫没有半点的好感 他来到我家就直办婆婆的房间 然后把大门死死地关上了 似乎是在烦我 我有些疑惑 但也跟着追了过去 其实我本来不是一个喜欢偷听的人 但是他们做得这么小心翼翼的 倒是让我产生了浓郁的好奇心 我追过去刚好听到他们在聊天 尽管婆婆已经很努力地压低自己的声音 可他天生嗓门大 说的话也被我听得清清楚楚 昨天我不是给了你钱吗 这些钱你也拿着 一会儿去提个车 张亮又惊又喜的声音 让我心头更加的崩溃 妈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你这陆陆续续的都给了我三四十万了 傻儿子 这是我从你哥那里拿的 他们存了点钱在我这儿 我想着先拿给你用用呗 反正他们又不花钱 你哥的钱不就是咱们的钱吗 你花钱有什么不对的 那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 听到他们两个的对话 我直接回了房间 打了个电话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张强 我原本以为张强会和我一起生气地讨伐对方 并且想着将钱要回来 可没想到他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哎呀 反正咱们的钱放在那儿也是一串数字 拿给弟弟用一用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这话倒是说的轻松 我却被嗆得有些喘不上气 拿去用一用 怎么着 这钱是借给他的吗 他会还吗 每次张亮从我们这里拿钱 他都说借去用一用 可是从来没想过要还钱 以前都是几千万把块的小钱 我想着免得伤了和气 也就此作罢了 可没想到他们一家人越来越过分 从一开始的几千块到了现在拿走几十万 要是我不阻止的话 过段时间他们岂不是把房子都能卖掉 拿给张亮买新房 这件事情你必须想个办法 我不允许张亮把我们的钱拿走 而且这四十万里面 有二十多万都是我的赔价 那是我自己的东西 他们自己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可我的东西不能被霍霍了 或许是感受到了我的态度 张强的脾气也上来了 你又没有 兄弟姐妹 自然理解不了我们这种手足之情 人家现在遇到困难了 我这个当哥哥的帮上一把不是很正常吗 天天就你的钱 我的钱的 你怎么把钱看得这么重要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是个这么势力 这么败金的女人 这些钱是我们借给弟弟的 不是他擅自从我们这儿拿的 你搞清楚 别在这儿污蔑人 他很生气的吼了几句后就挂断了电话 留下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生闷气 我觉得有些不可理喻 就连我这个外人都能够感觉得出来 婆婆喜欢张亮多过张强 可张强依旧乐此不疲地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又是伺候婆婆 又是给小叔子买着买那 我感觉他倒像是这个家里的庸人 准确地说我才是那个庸人 他只是一个提供了庸人的中间商 回想起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对我百依百顺 无论我做什么 也从未有过任何的不满 他完全就是别人口中的完美男人 长得又好 工作也还不错 更重要的是对女朋友非常好 和她谈恋爱的时候 确实是我人生中最轻松惬意的时光 而且那时候婆婆也没有这么不讲道理 完全就是一个很讲道理的老太太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愿意把我们的钱全部拿出来交给婆婆去管 毕竟钱放在谁那儿都一样 我也从未想过会有人私自动用我的钱去做点什么 人家天天在网上嘲笑什么伏地魔 要我说张强就是这样的人物 我只觉得自己真是瞎了眼 怎么会找上这样一个男人 我越想越起 直接打开房门 准备出去找婆婆理论一下 结果没想到刚出门 就听到大门被关上的声音 看来小叔子是拿到钱走了 我直接掉头来到了婆婆的房间 一把推开威眼着的卧室门 妈 你把我之前放你这儿的赔价拿给我 我有用 我也没有把事情说明 但是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 她应该懂的是什么意思 果不其然 我在婆婆的脸上看到了慌乱 钱好好的放在我这儿 你突然拿回去干什么 婆婆有些不耐烦地站了起来 转身朝着客厅走去 似乎不想和我说话 妈 你赶紧把钱给我 我还有事呢 我追了出去 不依不饶地开口说着 让她赶紧把钱给我 从此以后 所有的钱我都要自己握在手里 绝不允许任何人都属于我的钱 谁知道婆婆直接把手中的水杯砸到了我的脚下 什么钱不钱的 不给 对方的态度很明显 反正不论闹成什么样子 就是不愿意给钱 我觉得很是可笑 忍不住讥讽道 呵呵 你可别忘了那都是我的钱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 只要我想要 那我都可以拿回来 如果我要去打官司的话 这些钱你都得全部给我吐出来 留下这话 我直接转身走人 不愿意再和对方说这么多有的没的 浪费自己的时间 婆婆姑祭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突然暴走 一时之间也没有说出什么话来 毕竟平日里我可都是你来顺手 非常的听话 从来没有反驳过他们半句 婆婆下午就出门了 也没有跟我说半句话 似乎还在生我的气 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说的明明很有道理 钱是我的 他们休想拿走 到了晚上八点 张强也下班回家了 我看了一眼走进来的张强 把剩下的一道菜炒完后便上了桌 张强一回来就坐在沙发上 一言不发 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我对于今天她说我的事情还有些不满 也没有招呼她一起吃饭 自顾自的吃了起来 凉酒后 她似乎是有些忍耐不了了 直接拍桌子站了起来 怎么就你自己吃饭 我妈呢 我冷笑了一声 哥哥都是两三岁的孩子吗 吃饭还得我去请 婆婆自从回来了以后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不愿意出来 我可不想去求着人家来吃饭 张强在听到我的话后 瞬间震怒 他没好气地朝我吼着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都是些什么话 听说今天你还打算把所有的钱都要回去 还说要打官司要钱 他气愤无比地看着我 似乎对于我想要把钱拿走的事情感到很不满 我们不是说好了要把钱全部存在妈那里吗 你突然拿出来是个什么意思 倒显得我是个爱变卦的人 我看到婆婆的卧室 偷偷地打开了一道门缝 总觉得有些好笑 我也有些不满地放下筷子 我可没说要把你的工资拿出来 我只是想要把我的赔价拿走而已 你工资可以继续放你妈那儿 我没有意见尽管他的工资也算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但是我的内心是对这点小钱并不在意的 我的家庭条件比他好 而且我还是独女 每个月那么几千块钱对于我来说 完全不用放在眼里 张强听到这话 直接就笑了起来 呵呵 你多有钱啊 你这么有钱 那还嫁给我这个穷小子干什么 真没想到你这么败金 果然我妈说的对 就是不应该要娶你这种自以为是的成立媳妇 我俩就这样在客厅吵了起来 然而 婆婆没有任何出来劝嫁的意思 渐渐的 我也越来越失望 干脆直接回到房间 闭门不出 张强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确实是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第二天大清早就有人敲响了我的房门 我看了一眼时间 这个点张强应该去上班了 难不成是婆婆想要找我还钱 我疑惑的打开房门一看 发现敲门的人居然是张亮 张亮的脸上带着讨好的神色 就这么满脸灿烂笑容的看着我 嫂子 你起床了啊 一想到对方把我的钱都给拿走了 我的心情也不是很好 你有什么事吗 我冷漠的看着张亮 内心在盘算着怎样才能叫他还钱 婆婆坐在一旁啃着玉米 时不时的朝着我在的方向看一眼 嫂子是这么回事 今天我女朋友去检查 发现怀孕了 我想找你借点钱 听到对方的话 我心情一下子就不好了 哪有大清早的就找人借钱的 借钱 我眉头一皱 你要借钱打胎 倒也不怪我这么说 毕竟张亮连自己的日子都过不清楚呢 现在要是生个孩子 估计奶粉钱都拿不出来 我的话一落下 婆婆第一时间就站了出来 你在瞎说些什么话 人家女朋友好不容易怀上孕 怎么还有打了的道理 当然是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 哎哟 人家年纪轻轻就能生孩子 哪像你呀 结婚这么久了 连个蛋都下不出来 婆婆阴阳怪气的在旁边说着 听到我浑身不舒服 张亮也凑了过来 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嫂子 孩子要是打了以后就很难生了 我想的是借钱把老婆娶回家 婆婆也跟着凑了过来 就是呀 你这么有钱 借你小叔子点呗 亮亮把媳妇娶了 孩子生了 咱们老张家也算有后了 你借个百八十万的应该没问题吧 他们的话让我觉得有些无语 动不动就找我借百来万 还真把我当成土财住了 我是放高利贷的吗 我感觉自己都想翻白眼了 我不是有二十多万的赔价放在妈咪那里吗 你让张亮给我写个欠条 把那二十多万借给她 这钱也不少了 足够你买个房子付个首付 我故意这么开口说着 就是为了恶心他们 听到了我的话后 婆婆和张亮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 你这话说的 张亮有些慌乱的看了一眼婆婆 估计是想要求助 婆婆一看我这态度 立马就站了出来 怎么就这么抠门呢 不就让你借点钱给小叔子吗 你家里明明拿得出钱还不愿意借 你该不会是盼着我们张家不好吧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婆婆突然像是发了疯一样的冲进厨房 直接拿了把刀出来 今天这钱你不借也得借 说完她直接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你要是不借钱 那我就自杀 看到婆婆这副一命相逼的样子 我的心情也变得很烦躁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张亮 发现对方不慌不忙地站在旁边 没有半点担心的意思 这下子我也乐了 既然自己的亲儿子都不害怕 那我还担心个什么劲 我懒得理会他们 直接转身出门了 我得去找张强好好的谈谈 至少得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 我还没怎么来过张强的公司 绕了一大圈以后才来到公司门口 为了防止和张强提前吵起来 我也没有通知他我来了的事情 想着等到了以后 咱们随便找个咖啡厅坐下好好聊聊 可没想到 我看到公司门口有着两个熟悉的人影 我还以为是我看错了 没想到走过去才看见站在门口的是张强和罗翠玲 看到这两个人 我感觉自己惊呆了 我知道罗翠玲在不远处的医院上班 可他们两人私底下也没什么联系啊 怎么现在会在一起 我还没有来得及上前问上一句 就看到他们两个搂在了一块 举止非常的亲密 看到这一幕 我怎么可能会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真是倍率的彻头彻尾 一时之间我也有些恍惚 感觉自己有些不知所措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样面对这一切 找了个咖啡店坐下 我连着喝了两大杯咖啡 这才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回想起我和张强的点点滴滴 我只觉得很可笑 我什么也没做错 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些个事呢 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着 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个折磨 倘若张强对我好一些 我也不至于会这么绝望 可现在张强的态度也足够明显了 我还何必这么执着的自己欺骗自己 等张强快下班的时候 我也踩着点回去了 可没想到张强居然比我快上一步 提前回到了家里 刚打开门 我就看到了张强那张阴沉的可怕的脸 你过来一下 他直接找我招了招手 我有件事和你谈谈 我的内心疑惑无比 在想着他到底是要和我谈离婚 还是要谈让我给钱 当我坐下后 张强直截了当的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亮亮要娶媳妇 现在还差房子和彩礼 你帮他给二十八万的彩礼吧 他这话说的相当轻松 完全就是在命令我 听到这话 我只觉得很可笑 我娶媳妇 我说了 可以把我赔价的那二十多万拿出来借给他 写上欠条 五年之内还给我 我可以不收利息 说完我挑眉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婆婆 要是去银行借二十多万要还的利息可都不少呢 我现在是无条件的借给他 这总行了吧 张强直接就站了起来 很不满的看着我 你这人怎么就这么势力 实话告诉你 你那些钱我已经拿给我弟了 你还得再拿出二十八万来当彩礼 听到对方的话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其实我也知道张强这是个什么意思 等我给了钱以后 他肯定还要逼着我把买房的钱也出了 这家人就是想要一点又一点地榨干我的钱包 直到我再也掏不出钱为止 张强从我的包里直接把钱包摸了出来 然后拽走了几张银行卡 你不愿意给 我就自己去取 我绝对不可能会妥协的 我也经过我的允许擅自动了我的钱 你这是偷盗行为 看到他们一家人这么蛮不讲理 我也有了脾气 可我的话刚刚说完 张强直接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我只觉得脸疼得发慌 然后就失去了意识 等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出现在了医院里 消毒水味让我的鼻子不是很舒服 我刚从床上爬起来 就看到张强和罗翠玲都坐在我的床头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罗翠玲就迎了过来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怀孕了还情绪这么激动 罗翠玲将一张 逼抄检查单递了过来 恭喜你哦 虽然对方的嘴里说着恭喜的话 但我感受不到任何替我庆祝的情绪 我面无表情的将逼抄单接了过来 脸色有些难看 我还要去其他病房巡视 你好好痒痒身体 罗翠玲拍了拍我的肩膀后 直接转身走了 张强也冷漠的看了我一眼 你自己在这儿住着吧 他说完也跟着转身走了 完全没有半点想要留下来照顾我的意思 我觉得很可笑 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个孕妇 而且现在胎心不稳 他们就这样把我一个人扔在病房里 他们一家不是很想要个孩子吗 怎么现在终于有个孙子了 就是这副态度 我对张强也没有任何的幻想了 找出手机给大学同学打了个电话 他在做侦探业务 最擅长捉奸 我将这件事情全全交给了他 半个小时后 白晓就来病房拿走了家里的钥匙 他说要在家里安装监控 并且连到我的手机上 我当然没有意见 正好我也想看看罗翠玲 会不会趁着我不在家的时候 偷偷地去往我家 张强他们都要上班 平日里也不在家 婆婆每天都要出去打麻将 所以家里长时间处于没人的状况 白晓轻而易举地就把所有的监控都给安好了 我这边也收到了对方的提醒 核实了一下监控画面 我要在医院住小半个月 这段时间根本没人来照顾我 无奈之下 我只好自己请了个护工 在我入院的第二天 我就收到了监控提醒 有人在家中走动 我躺在病床上打开监控 发现张强牵着罗翠玲的手从门口走了进来 婆婆满心欢喜地看着白晓 甚至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看到这个画面 我只觉得讽刺 我刚进家门的时候 婆婆也是这副态度 可现在还不是变了 我这样逃而皇之地来你家 会不会被刘英知道啊 罗翠玲的声音从监控里传了过来 听得我很生气 婆婆却率先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有什么好怕的 那人在医院里住着呢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再说了 你才是我认定的儿媳妇 要是真的被发现了 那就把这个女人赶走就是 他们三个人坐在一块吃着饭 其乐融融 我一直都很清楚 婆婆偏爱自己的小儿子 对张强完全就是呼来喝去 当对方是一条狗 然而张强并不介意这一切 反而乐在其中 婆婆这么费心费力地 想要换个儿媳妇 也纯属是因为觉得 罗翠玲的工作能赚钱 医生的工资可不低 对方的工资完全可以养家 还能够帮她养这个小儿子 只可惜罗翠玲根本就不知道真相 整个人还乐呵呵地乐在其中 我还在看监控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婆婆的电话 说实话 我还真的被吓了一跳 婆婆一改以往地刻薄与恶毒 很是温和地开口 刘盈啊 你就在医院里面安心地住着 好好地养胎 一定得把我这个大孙子给保住了 我也没有心思和对方说话 随便应付了几句便挂掉了电话 婆婆这种人就是如此 她想要换一个顺眼的儿媳妇 又不想要失去这个大孙子 毕竟这种人都是自私的 根本就不理会这件事情 会对别人造成多大的伤害 我挂断电话后刚想躺一会儿 白晓就过来了 我查了一下你正在说的业 以及服用的保胎药 情况好像不对 白晓直接将一堆数据分析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已经安排人去司法鉴定所鉴定了 你现在所服用的药并不是保胎药 而是一种慢性的能让人上瘾并且致死的药 我和白晓之间也很了解彼此 她姐姐当初也是差点流产 所以服用了保胎药 估计是看我所服用的药和她姐姐不一样 特意留了个心眼 我看着检测结果 心情也变得有些烦躁 他们出轨也就罢了 没想到居然还想要了我的命 这些药只有医生才能拿到 是处方药 所以这件事情是谁做的 你应该很清楚吧 白晓提醒了我一句 坐在我旁边开始整理相关的资料 刚好这时护士进来催我去去交住院费 我没带银行卡 也就只能打电话给张强 让他去帮我把钱交了 张强在挂断了好几个电话以后 终于接通了我的电话 你帮我把住院费交了 我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张强强行打断 你住院又不是我住院 凭什么我去交钱 话一落下 我就听到了嘟嘟嘟的声音 很明显 他把电话挂断了 我彻底的惊呆了 没想到现在小三上门了 他连装都不装了 感受着肚子传来的痛意 我眉头紧紧的皱起 无论大人怎么吵架 孩子终究是无辜的 我原本是很想要留下这个孩子的 他没有想到 在罗翠玲的安排下 我居然吃下了这么多 有毒性的药物 这些药物对小孩的影响很大 就算是我强行把这个小孩生下来了 那也会是一个畸形 这几天来所有的事情 都不如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大 浑浑噩噩的过了几天 罗翠玲也寻查到了我的病房 他是一个人来的 脸上带着甜蜜又幸福的笑容 看上去很得意 在看到我以后 罗翠玲直接就凑了过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 我也怀孕了 罗翠玲看起来很高兴 而且毫无顾忌地跟我分享了这个消息 我甚至能猜到 罗翠玲已经说服了张强要和我离婚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呢 我们的孩子有同一个爸爸了 我冷漠地嘲讽了一句 罗翠玲听到我说的话后 短暂地愣了愣神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脸上换了一副得意又狂妄的表情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我也就没什么好装的了 你赶紧离婚吧 把这个位置让出来 我的小孩出生了以后也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 罗翠玲根本就没有半点羞耻心 甚至还得意洋洋地逼我离婚 我笑了下 直接打开了一段监控视频 这是他们在我家翻语覆云的镜报视频 除此之外 我还指了指头顶的监控 你说的话已经被记录下来了 如果我拿给你们院长看 你觉得会怎么样 罗翠玲也没有想到我会做好一手准备 她有些慌张地看着我 别 你别这样 我知道错了 我们好好地谈谈吧 罗翠玲就差跪在我的面前求我了 看起来非常的卑微 我也没有半点怜悯 罗翠玲完全就是自作自受 那个最应该被怜悯的人是我 就当我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病房的大门突然被人打开 婆婆毫不顾忌地冲了进来 张强跟在身后 进来后就一把护住了罗翠玲 满眼心疼 你这人还敢威胁我未来儿媳妇 看我怎么收拾你 她根本就不在意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了 拿起扫把就朝着我的身上打过来 我皱着眉头不停地抵挡着 正好你们都来了 那就提一提离婚的事情吧 你婚内出轨 理所应当要净身出户 自己收拾东西走吧 倒还显得体面一些 张强冷笑了一声 直接一口回绝了 就算是要离婚 也是你自己净身出户 他们一家人穷得要命 好不容易能在城里有住房有工作 怎么可能会放弃 罗翠玲看了一眼张强 这个贱女人有你婚内出轨的证据 话一落下 张强直接走上前给了我一巴掌 妈的 你这个贱人 居然还敢偷偷保留证据 赶紧把东西拿出来 他们三人一拥而上 对着我拳打脚踢 你这个女人还妄想怀着我儿子的孩子 你肚子里就是个不清不楚的野种 是个不干净的贱货 婆婆一边打一边骂 恨不得能够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我拼了命的想要反抗 大声的呼叫着 但病房的门被关的死死的 根本没人知道我在求助 我只觉得浑身无比疼痛 甚至还能感受到一只脚踹向了我的肚子 此刻我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失去意识了 直到敲门声响起 刚好这时 白小来找我 他透过玻璃看到了里面的一幕 立马报警了 医院原本就有个警卫室 警察出警很快 几分钟就到达了现场 他们三人直接就被警察死死地扣在了地上 我也被推到了手术室 由于我受了伤 而且已经开始大出血了 医院这边要赶紧帮我处理好孩子的事情 等我再次苏醒的时候 白小守在我的身边 你醒了 白小将起诉状递给我 张强这边涉及家暴 重婚罪 他们还沾上了故意杀人罪 除了检察院要对他们提起诉讼之外 你也可以自行提起民事赔偿 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 白小已经将所有的证据以及起诉材料 全部准备好了 我这边找专业的律师帮你拟定材料 放心吧 这一次你的胜率是百分之百 我苦笑了一下 在起诉状上签上了我的名字 白小转身将东西交给了律师 伸手拍了拍我的手背 你放心吧 他们这一家人不会再骚扰到你了 张亮因为涉嫌强奸 已经被判刑了 听到白小的话 我这才知道原来张亮根本就没有女朋友 对方是见色起疑强奸了一个女生 为了哄着人家不去报警 这才提出给车给房给彩礼 将对方取进门 可张亮的东西根本没能拿得出来 女生还怀孕了 无奈之下 张亮就只能哄骗着女生去黑诊所打胎 没想到人家死在了黑诊所的手术台上 背了一条人命 他可不会被判刑的轻松了 我没有多说什么 只觉得浑身轻松 告别了这样恶心的男人 我的心情大好 终于不用每天做牛做马的日子了 半个月后 我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书 光速把房子卖了 离开了这座城市 拿着一笔钱 我来到一个新的城市 找了份工作 买了个小户型的房子 然后把剩下的钱都放在了父母那里 只有自己的父母才是最值得信任的 他们这么爱我 而我还天天去伺候别人的父母 说来也是可笑又可悲 告别了过去 我现在只想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以后我要为自己而活